接下来请收看 海涛法师红发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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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为我们小菩萨鼓掌 请问你听得懂吗 我现在最担心的是他不听不懂中文 那佛教就失传了 因为所有的经典最圆满的都是写成中文的经典 三藏十二部 所以我希望各位无论如何告诉你的儿女 把中文学好 好不好 不然他成为再有钱的人 却不懂佛法 那生命就浪费了 白生白死 再高的成就像贾博斯创造iPhone的 他也没办法活 因为都要面对死亡 世间的成就带不走了 世间的皇帝地位带不走了 唯有智慧可以让你解脱生死 所以各位一定要懂中文 所以各位要想尽办法 当然你又懂中文又懂英文 麻烦你把它翻成英文 那是功德无量 因为我认为西方人如果愿意修行 一定比我们东方人认真 因为东方人就是混一混就是OK 反正有福报 西方人他认真 他做事情禅修认真 但是西方人唯一的缺点 他不能跟东方人一样 东方人还有一点爱管闲事 他会去帮助别人 他会比较主动 不会这么个人主义 但是西方人是把佛法拿来消遣 meditation 我打坐心情不好 坐一坐这样就好了 但是我们大乘的禅定 是为了 念一下 思维如何帮助别人 思维如何 大乘的禅定 他是为了想如何利益众生 所以他因而禅定 那个不一样 他不是为了自我 为了自我的进化 我们叫小秤 叫解脱道 那不是大乘佛教 大乘佛教的定在哪里 大慈大悲 观世音菩萨 地狱不空 事不成佛 地藏王菩萨 为什么 永远不离开苦难众生的定 的禅定 不舍弃众生苦的定 这才是我们要修的禅定 所以各位千万不要把念佛诵经来做心理按摩 我发觉很多人在追求成就感 我要修几遍 我要修到什么层次 我要修 阿代表空性的意思 那你听不懂 你们没有我幽默 你们没有我幽默 好 所以 所以各位要把这个定 那 就是变成一种 我要永远不退转的去守护众神 叫定 大乘的禅定 所以我想 但是西方人可能这方面没有我们抢 他们可以为了一只鸭子赶快救他 把他救好 然后礼拜六礼拜天再去打猎 这样 在某方面 所以我们叫边地 像澳洲是个边地 虽然有世间的福报 但是是佛法的边地 佛法就比较不流行 不流行 所以 那如果没有佛法就没有究竟解脱的一天 但是 所以当然像我们华人很有福报 华人认为拜佛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这是很正常的 但是如果你的儿女开始信其他宗教 爸爸妈妈请你检讨一下 你没有把佛法表现得很好 我妈好啰嗦 我才不信她的教 那这一点就是说 你没有把佛法应用在人际关系 家庭和谐 所以他就觉得你 他不信仰你的东西 所以佛教没有高没有低 佛教是一种什么 那叫人格发展 所以要把人格发展到圆满 这个叫佛教 佛是人去圆满的 人臣即佛臣 因为人有三种特性 这是最宝贵 天神都没有办法有人的这个特性 有哪三种呢 第一个来 人有意识 人有感情 人有意志 也就是说人有知识的能力 感情的能力 跟意志的能力 天神没有 天神说他福报想玩哪好久 天神不可能说那我去脱胎做人做普渣 他说不敢 但是人可以把知识变成智慧 所以读博士那是知识 什么叫智慧 当你的钱被偷了 你还在讲随缘吧 那叫智慧 就是智慧可以断烦恼 没有忧力 没有烦恼 智慧可以解脱生死 所以要把知识变成智慧 这是人透过知识 转成智慧 所以各位要读书 而变成读经典 人有感情 可以把感情升华为 念一下大慈大悲 太容易了 因为你把你爱独生子的爱 去爱所有的人 去爱所有的动物 那就是慈悲了 所以我想各位女孩子 最容易慈悲 女孩子最苦 所以拜佛的女人最多 因为很苦 爱得很苦 她就会找个依靠 找个信仰 她想要离开痛苦 所以如果你没有痛苦 你就不会想要去信仰 什么神什么宗教 但是感情就是痛苦 自私的感情 所以那你去学佛了 想到观音菩萨 第三方菩萨 大慈大悲 那你就升华了 所以各位把你爱你儿子 爱你父母的方法 去爱所有生命 那就是慈悲了 很简单 我就是如此 所以因为我很爱我的父母 我也关心我的家里小孩子 但是我觉得我很苦 我变成很脆弱 我很脆弱 我任何时间就很怕 我爸爸妈妈打电话来 他打电话来 绝对不是什么 他发财了 不是 又是他生病了 我在国外以前做生意 跑来跑去 我也怕我太太打电话来 你儿子又感冒了 那我心情又不好了 因为我担心他 那个时候我觉得很痛苦 为什么爱情让我这么痛苦 为什么亲情让我这么痛苦 因为我觉得我很脆弱 脆弱到不堪一击 所以后来我因为学佛了 我读了地藏经 我才知道 原来这是因为我自私的感情 我没有去爱所有的小孩子 我没有去爱所有的老人 所以我会这么痛苦 所以我就开始念习去帮助更多的人 那个时候我就平静了 所以我想各位很简单 当你心情不好 为了感情的问题 你去老人院 孤儿院走一走 你去关心他们 乃至你撒一把米给那些鸟吃 当你看到鸟来吃你的食物的时候 快不快乐 老实说我每次住到哪里都会放 然后鸟不来我就觉得有点寂寞 为什么他不来呢 难道我的不好吃吗 然后他们开开开 我就好高兴 原来这个鸟在吃那个食物 我就可以不睡觉 开始研究它在吃什么 我就是尽量要给它吃 所以因为我是属于这种根器的人 所以我不适合结婚 并不是我在家里不快乐 而是自私的感情 让我觉得束缚住了 我应该去爱更多的人 去爱更多的众生 去接触他们 所以因为出家 我才有机会认识大家 所以各位 请问要不要出家 当然你说不要 因为你还不了解 你了解 你会哭的跪着说我要出家 跟我一样 像我这个投资自己理的 我师父都不帮我理 因为我太太太太有钱了 谁要跟我接触 我太太就几百万 给你 然后那个师父手就软了 心也软了 因为他就不好意思跟我剃头了 这样 后来我就自己拿 自己理 你知道吗 人家佛头也自己理我 我干嘛这样子 要求人家理我的头 然后我太太太就宣布 那个没用 没用跟你没关系 那我有用就好了 讲这句话很狠的 我从今天开始跟你没关系 狠 你讲得出口 但是我不得不这样说 事实上我心里是爱他的 只是我希望他解脱生死 不知道你爱我 我爱你 最后还不是一起死 还不能一起死 然后就一直在那边爱不完 所以我必须放下 爱儿子 爱父母 爱太太 爱先生 就要让他 念一下解脱生死 这才叫真爱 对不对 所以我问你 你爱你儿子 爱你先生太太 是真爱还假爱 你回去跟他说 你要说 不是不爱是搞不清楚的爱 什么假爱 假的是我讲的 我的名词 什么都假的 记得那故事吗 回去看到老公跟别人睡觉 门关起来 假的 你要当真的 你会气死 那是假的 请问这个世界上 你看到的是真的 还假的 你说的 记住吧 很多人就认为真的 我爱他 我要得到他 外表地位 爱情 身份 房子 那是真的 我要抓住他 你会很痛苦 所以各位 金刚经说的 来 一切有为法 如梦幻泡影 如路易如殿 硬坐 如释观 这就是佛教最高的智慧 一切有为法 你要套入括号 一切爱情 家庭 男生 女生 子女 事业 这叫 都如梦幻泡影 要这样想 你知道吗 但是你想不通 为什么如梦幻泡影 爱情不是很浪漫吗 很甜吗 你再给它想下去 因为你想得不够深 行身波罗 波罗密多时 为什么佛陀要视线禅定 他就说 想到底 想到底就什么都没有了 麦克风是由种种的元素组成的 根本没有一个物质叫麦克风 它只是合起来一个名字叫麦克风 这个人 这个我是什么组成的 肉体 我们叫地水火风跟意识 乃至受受想行事 我这个水就是河里面的水 我的温度就是太阳 这个我是由非我的元素所组成的 爸爸妈妈吃饭晒太阳 种种因缘而有这个身体 这个身体它的存在 离开空气离开水 马上我们都会死的 我们的细胞也不断的在变 所以各位你要去思维 把知识变成智慧 好好去想 所以想来想去 那到底哪一个是我 头是我 脚是我 没有一样是我 但是我们有一个笼统的观念 我我我我我 造成了这个迷惘 这个妄想执着 认为有一个我 所以禅 所讲的禅的目的 就是要让你 念一下超越自我 增幅自我 增幅自我 你把自己分解开了 就没有我了 花不是花 名为花 有没有读过金刚经 你看花是花 因为花是碳水化和物 它是无常的 暂时的 它只是假名为花 所以花不名为花 名为花 这什么意思是说 你了解花的本体 是变化无常的 你再来使用花 你就不会痛苦 你了解感情是虚幻的 苦的 无常的 你再使用感情 感情就不让你痛苦 不是叫各位不要谈恋爱 没结婚了 赶快去嫁她 让她出家 去度她的意味